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兵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358集 认罪输 老太监带上一对侍卫 在夕阳的余晖里穿过层层宫墙 抵达景秀宫 守门的宦官远远的认出是陛下身边的大伴 迎了上去 公公稍等 奴才去通报贵妃娘娘 咱家赶时间 老太监一巴掌把她扇开 带着侍卫进入院子 穿过前院 便听一阵阵哭声从内院传来 老太监站在内院高声说道 贵妃娘娘老奴求见 陈贵妃的屋子里 走出来一位眼眶微红的宫女 喜生喜气 娘娘请您进去 老太监随着宫女进了屋 看见陈贵妃坐在大椅上 手里捏着紧帕 时不时擦一下眼睛 满脸的悲伤 老太监诧异 娘娘这是怎么了 本宫身边一个下人 刚刚突发疾病 说没就没了 她一枚叫回来 陈贵妃悲伤地说道 这 老太监安慰 娘娘节哀 那宫女叫什么 狼儿 啊 这老太监表情一致 她搬来我锦绣宫 所谓何事 陈贵妃柔声说道 老太监 戳起了一个笑容 陛下派老奴 来慰问娘娘 陛下知道这段日子 娘娘担惊受怕了 陈贵妃 别过头去 哀声说道 陛下连见一见 臣妾都做不到吗 老太监 甘笑了几声 对于贵妃的抱怨 不做评价 她陪着贵妃闲聊了几句随口 说道 那狼儿年岁不大吧 狼儿虽是锦绣宫的老人 但远景帝十几二十年 没临行过后妃 老太监对这位不幸早逝的贴身宫女 没什么印象 一个可怜的孩子 陈贵妃面露哀涩 老太监顺势开口 咱家去看看吧 她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内务总管 统领皇宫宦官和宫女 不过这层身份 是她作为远景帝的大伴 自带的虚险 副总管才是真正的掌权人 毕竟内务总管事务繁忙 根本不可能时刻伺候在皇帝身边 告别陈贵妃 老太监在宫女的带领下进了南乡 见到了躺在床上脸色惨白的狼儿 有请太医看过吗 回公公 看过了 太医说是脑症 无药可救 老太监盯着狼儿看了许久 吩咐道 人就交给咱家吧 他命令侍卫带走狼儿的尸体 匆匆回去复命 返回远景帝寝宫 老皇帝依旧端坐在铺设明黄丝绸的大案之后 面无表情地望着大门方向 见到老太监跨过门槛进屋 他也没什么反应 陛下 狼儿死了 老太监低声说道 很久很久之后 远景帝恩了一声 这位在全力之巅俯瞰半个甲子的皇帝 无喜无悲 次日 远景帝又召开了巢回 文武百官在朦胧的天色中 井然有序的进入武门 一部分停留在金鸾殿外的广场 一部分站在金鸾殿外的汉白宇台阶 只有极小的一部分进入大殿 这部分人在说书人的口中统一被称为 庙堂之上滚滚诸功 群臣入殿后 远景帝晚了一刻钟 才从殿后走出来 坐在属于他的龙椅上 君臣正常奏对之后 刑部尚书出力 朗声说道 陛下 三法寺已经核实完毕 皇后确为伏飞案的主谋 上官是德不配位 谋害后妃 构陷太子 请陛下严惩 大理四卿当即上前复议 殿内 文臣武将以及部分勋贵纷纷复议 声浪连成一片 这意味着 他们昨天已经商议妥当 废后不比废太子 那是事关国本的大事 废后只是皇帝的家事 只要有理有据 证明皇后确实失德 而不是皇帝喜心厌旧 那么群臣们没理由 也没必要拦着 废后唯一的关系 就是四皇子的身份问题 要知道 四皇子是原景帝 唯一的嫡子 很多人把宝压在了他的身上 那部分没有负义的 就是四皇子一党 不等原景帝表态 委员出列了 殿内立刻安静了下来 陛下 夫妃案另有引擎 皇后并非主谋 真正的主谋是黄小柔 她害死了夫妃 又诓骗太子治清风殿 伪造出这桩案子 委员刚说完 职业喷子几时钟 跳出来反驳 一派胡言 区区一个宫女 能做出这等惊天大案 再说 那黄小柔为何要构陷太子 委员 你把陛下当什么了 把庙堂诸公当什么了 说完以后呢 还补充一句 请陛下斩了此聊 其余大臣纷纷赫赤 是魏冤 店内是一时操乱 老太监手握鞭子 奋力一抽 地面啪的 发出一声脆响 他呵斥道 肃静 店内这才安静下来 刑部尚书和大理寺卿 冷笑的看着魏冤 众官员同样看着魏冤 有冷笑有嘲讽 也有不解和无奈 后者来自四皇子一党 对于周遭的目光 几十钟的叫骂 委员一概不理 昨日主办扶飞案的 铜锣许其安 查出黄小柔 曾怀过身孕 话没说完 店内又响起了哗然 宫女黄小柔 怀过身孕 宫里除了侍卫 真正能让女人怀孕的 只有远景地 侍卫当然不可能 能指手后宫的 都是对皇室忠心耿耿 千条百选的精锐 而且往往都是 挤人一对 相互监督 不存在于 宫女偷情的可能性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一时间 庙堂诸公们 看远景地的眼神 不由的就内憾了起来 远景地威严的脸旁 面皮轻轻的抽了一下 冷冰冰的看见 故意停顿 不说的魏冤 沉生说道 魏冤 说下去 魏冤缓缓缓开口 经过追查后发现 这是黄小柔 失身怀孕者 为当朝国舅 上官名 接下来呢 魏冤就给朝堂众臣 讲了一个故事 经过他润色的故事 宫女黄小柔 遭国舅爷凌辱 不幸怀孕 事后偷偷流产 于是他怀恨在心 隐忍多年 终于酝酿出了一个阴谋 借着伏妃贴身 宫女的便利 他悄悄破坏 瞭望台的护栏 趁着伏妃醉酒之际 诱骗太子至清风殿 布下了十几年来 后宫最害人听闻的局 国舅听说了伏妃案后 发现黄小柔牵连起来 生怕自己的禽兽之刑暴露 就囚到了凤七宫 皇后这才知道 国舅竟做出这等丧尽天良之事 谈及血肉之情 含泪为国舅承担下了罪过 最后委员为案件做出了总结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国舅已认罪 陛下随时可以提审 荒谬 大理寺卿冷哼了一声 坐一开口 陛下 据微臣所知 黄小柔是被杀害 倘若一切都是她谋划 那杀人凶手呢 群臣纷纷复合 委员面不改色地解释 黄小柔还有同党 助她布局 以构陷太子之名 安置皇后 听到这里 许多大臣心里一动 各自展开联想 如果没有国舅 玷污 黄小柔这件事 任谁都会认为皇后 是因为证据确凿 这才认罪 可有了国舅的认罪书后 案件就分回路转了 皇后是不是无辜 暂且不谈 国舅的认罪书 有了事情就有扯皮的余地 四皇子党派一扫 方才的颓势 陆续站出来发言 表明立场 支持委员 痛斥国舅 渐渐的 殿内只剩两个声音 太子党和四皇子党的 唇枪舌战 四皇子党 以督察院 左多玉使为首 太子党 则是各个凌乱的 小党派组成 大党派中 或许有暗中支持太子的 但绝不会在台面上跳出来 大王八永远藏在水底 一番激烈的扯皮后 魏冤朗声说道 请陛下定夺 争吵声停止 群臣复合 请陛下定夺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